为了因应高龄化社会及乳癌患者有年轻化的趋势 国民健康署从明年开始放宽乳癌筛检年龄 上下各增加5岁 扩大至40岁以上 未满75岁妇女 鼓励有符合资格者接受乳房S光摄影检查 以前我们要受到过去 从子宫颈癌的威胁 但是随着我们医疗的进步 跟大家的意识的提伤 还有相关的医疗的进步 跟筛检的工具 能够让我们的子宫颈癌 大概目前已经在女性威胁的时代排名之外 但是乳癌却成为我们女性威胁的第一位 那么如何让女性这个重要的癌症的议题 能够不再成为我们国的公共卫生 一个很重要的威胁以外 那么我们要如何去做 那么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专家们的帮忙 长期以来我想国民教组非常重视 我们民众的健康跟预防 最重要的是能够早期化线早期治疗 所以我们目前推行了这么多年的乳癌税 那么我们虽然大家都非常的努力跟尽力 可是大概还有三成半到四成的 我们的女性伙伴符合资格的人 他还没有出来筛检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 透过这样的一个宣导 能够让大家符合资格的人紧述来做筛检 从我们的资料显示筛检出来 的确可以早期找到更早期的乳癌的病灶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患者 那么他要早期发现以后 他的治疗力跟治疗的方法更简单 更有效 甚至于可以达到九成以上的一个治疗力 到了晚期 那可能剩下三四成 所以这个治疗的方式跟治疗的极北 癌症的所有的癌症 几乎都跟极北有相关性 所以如何早期的找到就非常的重要 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日子 就是2020年的7月15号 然后那天我相信所有做乳房筛检 都会觉得自己没事吧 然后我也是自己资深 就是去那个北融然后看报告 然后那一天呢 同时也是我 就是因为我一直流浪教室 然后在那一年我终于 要去接到了我一个专任的一个职位 然后那一天我也是要 刚好就是7月15号 要去拿我的专任评书 然后我还把它约在同一天 同一天早上 那天我去北融 然后发现原来自己 就是确诊那个乳癌之后 然后接着就要去我的学校 就是接我的第一个专任评书 所以在那个早上 我觉得我同时经历了大凶和大吉 但是呢我朋友就告诉我说 你这样很好 因为是先凶然后后急 所以我觉得我被确诊 然后知道乳癌之后 其实我真的是很幸运的 就是所谓的及早发现 然后及早治疗 所以我本来其实在确诊之前 我都是做流浪教师的生活 反而后来还真带给我一个幸运 所以我变成现在是有专任 我有一个安定的稳定的一个收入 然后我现在 我觉得我健康状况也非常的稳定 而且我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报名了明年试状运 然后呢因为我明年就50岁啦 我就可以参加50家 我还报名了两个项目 一个是公路跑 然后一个是定向越野 所以我觉得这个几早发现几早 这件事情真的是救了我的一命 然后也让我的人生 从人生失败组 然后变成人生幸福组 国健署110年癌症登记资料 及卫生福利部112年死因统计显示 乳癌是我国女性癌症发生率第一位 及死亡率第二位 但目前仍约有34.5%的士林妇女 从未接受过乳房X光摄影 适逢国际乳癌防治关怀月 国健署加强呼吁符合资格妇女 每两年一次检查 但是啊早期的乳癌 刚才组长有讲 治愈率非常的高哦 可以高达九成甚至到百分之百 所以怎么样预防早期的乳癌 就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 但是早期的乳癌 通常我们是摸不到的哦 那怎么去筛检早期的乳癌呢 就是国民健康署 有补助我们45岁以上 至未满70岁的女性哦 或者是40岁以上 未满45岁的女性 可是她有家族史的女性 家族史就包括是母亲 女儿 姐妹 祖母 外祖母 曾经罹患乳癌的妇女哦 两年一次免费的乳癌 筛检X光摄影检查 那这样的话 以其早期的发现 那个早期的乳癌 因为早期的乳癌啊 大部分是以钙化的方式来呈现 那这样子的状态是 我们摸不到 而且超音波可能不容易看得到的部分 而且啊好消息是 自明年开始啊我们扩大我们服务的范围啊 年龄层到40岁以上 然后到75岁以下的妇女都可以来做这个检查 那一个良好的筛检计划哦 有我们的放射线医学会啊 可以帮大家把持我们的品质以外啊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呼吁妇女啊 就要增加我们乳癌筛检的涵盖率哦 那民众啊就可以用自己的手机哦 去下载全民健保快一通 或者是健康存折APP 然后这边有QR Code是下载的链接哦 然后来下载APP以后 我们就可以来查询自己 是不是符合两年一次的免费乳癌 筛检X光摄影检查的资格 那如果比较年纪大的民众啊 也可以直接啊拿着我们的健保卡哦 到当地的卫生局或卫生所 还有国民健康署认可的乳房摄影医疗机构 去查询 然后并且完成预约以及检查 异扬的状况有就是 你会收到一个啊吸引通知说 呃他的啊分类会写零 哦但并不是零期 很多病人会认为说我是零期 然后三他就认为他是三期 都不是那是在我们的一个啊术语 是说分类 如果你收到的遗阳个案里面是说 你是零的话表示你要再做一次的检查 那这个检查可以是超音波 可以是放大的摄影 哦那再来就是三的话呢 就是说啊我们会发现 有一些小小的呃异状 但是他还不像癌症 所以我们会希望你半年的时间内 回来追踪 那四的话呢 是大家比较紧张的 他因为他上面会写说异常 需要做啊穿刺 那四的话就表示说 我们觉得你这个啊 呃乳房摄影里面的一些病灶 可能有机会发展成不好的 或者是说 我们没有办法分辨 他是好的坏的 所以我们要经过一次的切片方式 那这个切片呢 就会由专业的医师跟你解释 大部分呢 应该是用 呃乳房摄影的方式 是帮你取出这个可疑的小小的病灶 那也有少数是要由 呃乳房外科医师用切片的方式 所以收到这个信的时候呢 到医院最主要我常常碰到的病人就是忘了带东西来 信没有带来 那片子也没有带来 就两手空空的跑来 说我做了乳筛 是呃有问题的 那我要到医院来做检查 这样子会造成我们临床医生的一些困扰 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你是属于什么 所以那封信呢 就记得一起带来 不要把它当成只是一个通知单 我们现在看 大概我们现在这个这么密密麻麻 大家也不要回去记 我是只要想说 哎有这一张 那意思就是说 哎我们以前只有解剖的分歧 大小啦 0%有没有转移啦 或什么器官 现在呢 加上分子生物学 还有基因医学的进步 我们还在第一期里面有乳癌的分型 那每一个分型不同 它的治疗就有所不同 那我们有看到有一个管相型A是最好的 再来B1 B2 还有H2 甚至有三阴性 那各种方法都不同 所以我们现在就有所谓的多专科团队 然后来讨论以后 每一个人就有一个标准的治疗 所以这样 好 那么下一张呢 请下一张 那这个就是在讲早期的荷尔蒙阳性的时候 怎么样做 你看这个A型就只有这荷尔蒙治疗就好 那B型的时候就看 它的Ki67多高 越高的话可能就要加上化疗 那H2的 那除了要化疗荷尔蒙治疗以外 更要是有H2阳性 所以有时候就要标靶治疗 所以讲到这个我们就治疗 治疗呢 乳癌是多元的 在手术方面现在很精进 有这个部分的切除 那如果很大的话也可以有整形的 有重建的 再来像现在有内饰镜的 甚至于现在还有一些病人 也可以用打温西的方法 再来呢 讲到放射线治疗 现在定位很好 有直线加速器 那而且有方法来预防 造射到后面的胸部 或后面的心脏 所以这方面也很进步 再来讲到药物 除了传统的这些化疗以外 我们现在有标靶 有荷尔蒙治疗 甚至也有免疫治疗 所以呢 这方面呢 就根据不同的形式 就有不同的治疗 所以相当的好的建议 目前已知的乳癌危险因子 包括初经早 挺经晚 未曾生育或30岁后 才生第一胎 以及未曾哺乳 有乳癌家族食者 有乳癌变异型致病基因 得过乳癌 卵巢癌或子宫内膜癌等 女性们除了多加注意 自己是否有乳癌风险外 更应该从年轻时 就远离 咽酒等致癌因子 保持饮食均衡 并且养成规律等运动习惯 降低乳癌风险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道